这个问题修炼过程中 如何知道自己进展到什么程度 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和要加油 这个我们的正修法脉中有一句话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只要你自己修到更高层次的时候 再向回看 你才会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后面的东西会怎么变化 原则上师父们或者是老师都不直接的告诉你 为什么如果告诉你之后会形成所知章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了 你又不去努力了 所以为什么要问道要求道 要求师印证 就是你到了一个层次之后 你需要找一个过来人 一个名师日月明的名 名师去询问 我现在是什么水平 我接了望下怎么的 所以这个人他也是经历了跟你一样的过程 但是他超越了你的很多的这个次第 他超越你了 他从那个你现在的这个境况中走出去了 超越了 那这个人就可以对你进行指导 这就是你的名师 叫明白的老师 不是一个糊涂老师 你等于一个糊涂老师 他自己都没有经历这样的事 然后你想让他使你明白 那是胡说八道 因为他自己你还有这种事 那我都没有这种事 那他就不能指导你了 名师是明白的老师 他自己经过了修炼跟你一样 你这个次第他超越了 所以说那你现在不应该怎么练 你就要经常的来问道 来求道 说我到这个层次了 我应该怎么去练 所以说有一个师生 或者古代叫师徒之间的 一个亲密的一个沟通 经常性的一个沟通 以前的这个交通不方便 那么大家都是通过书信往来 一封信要早半年 师父才收到 再等半年 你才收到师父的回信 那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不方便 那今天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你们经常玩微信 玩什么微信 但是竟玩些没用的东西 我很少收到你们发来的问题 为什么 没有人把这个老师给忘了 没有人在乎这个老师 或者是你自己忘了去问老师 你要经常的在你现有的这个修炼的基础上产生问题 要经常的提问 老师就可以指导你 你怕别人知道 你可以私下里要老师的联系方法 然后经常性的沟通 所以是那么有一些问题 我讲过了 我懒得回答你们 就不理你们 因为证明你没有好好听课 所以是不理你 你回去慢慢听课 你就找到答案了 那有一些是超出你现有这个范畴的 老师一定会尽快的 在他可能的前提下 第一时间回答你 因为要指导你往前走 不要停留下来 所以当今要说 我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那你这个问的问题 就是一个白问 因为你这个没有成佛就早了 对不对 你什么时间成佛了 你自己知道 你也不用问我 究竟实际上你既是佛 佛既是你 但是我们是佛的本性 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 你要把凡夫的性剃掉了 才本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也就是把自己的妄想和执着打掉了 你才能真正的成佛 不是说你现在就是佛 现在就是一大凡夫 我们在凡夫位上 怎么去真正究竟圆满成佛 这是需要专夫的努力 还有有明师的指导 所以是记住这句话 只问耕运 不问收获 如果是在学的课程中 你的境界已经超出了 超出了你现在所学的 你来问老师 来问老师 那个老师针对你的具体的情况 再去指导 我们今天佛法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大家都玩嘴皮子道 教理行政 所以大家都在教啊 理啊 教就是拜拜 一种信仰 叫宗教 理就是明白一些道理 做人 做好人 说好话 成好心 这些都是一些道理 那么还有我们可以一生成佛 人既是佛 佛既是人 那这些道理你也能够咬上两句 但是你做不成佛 你做不出佛能做个事 释迦牟尼活着能做个事 你都做不成 那就没有行 那就没有行佛 行道 遇人间 你就不能己功伟行 你就不能真实的成佛 因为功德圆满是成佛 你没有功德 你不能行佛法 行佛道遇人间 那你哪里来的功德可言啊 所以你不真实的去行 老师教给你一些技术方法 教给你一些步骤 你不真去行 正就是一句空的 你想正佛果 你想正得真正的智慧 那就是一句假话 所以大家要从教理这个部分 稍微有一点就行了 重点在于行跟正 因为行正才是真的 果子是从这解的 教理是让你真正升起稀有先 愿意去行正 不是停留在我懂多少活法 我懂多少个法门 我知道多少不佛经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在行政这个方面 这些都是嘴皮子道 功夫要下在真实的行 真实的行 最后果才能正果 否则你就是一个假佛教徒 这个好比一个大厨师 师父会炒菜 徒弟不会炒菜 但是徒弟会说菜名 会说这个菜怎么炒 你看我们今天佛教徒是不是这个样子 都用说一套一套的 做做不出来 那么跟这个大厨师会炒菜 人家释迦姆尼是你的师父 会炒菜 你是他的徒弟 你倒炒不出菜来 那你哪里是他的真的徒弟呢 你这不是一个好徒弟 是个假徒弟 是冒名顶替的徒弟 没有学到师父的功夫 没有学到师父的本领 佛陀能成佛 你成不了佛 佛陀能炒菜 你炒不了菜 所以是只有从行政上面 才能真实的 做一个好徒弟 才能真实的成就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重视